NEO 表示建議天天就不行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看一下左下角這邊大約八點多方向出身的 是F1R1 但是他選擇文明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開局特色是村民是會領先山村 但是由於肉一開始會斷村的關係 所以實質上大部分的職業選手 都是領先一村半左右 在一些比較開局尺寸比較多的情況下 像軍閥山這種系列賽裡 可能會領先兩村阿 所以說雖然開局加三村 但是也不會真的就是開局三村的優勢 不然這個雪球是滾得太大 但是開局有這個一村半的經濟優勢來說 對中國人來說前期節奏還是打得特別好 中國人他的打法是三攻三防什麼都有 不管你要打步兵、工兵、騎兵都是可以的 而且還有重裝駱駝可以打 後期還有大銅車跟弩炮都可以做工程阻力 那弩炮的部分還有傷害加成 後期的中國聯弩也是非常強大的工兵單位 雖然手射程有點短 後期的部分需要注意的事情沒有火炮跟火槍的關係 所以轉兵部分是玩中國需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那接下來看一下右上角 這邊MBL大約出身點位 三點中的方向 那MBL日本人他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步兵狀態 步兵的攻擊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那他的馬攻也算是很特別的 所以對方的步攻兵或是馬攻都有加兩點的傷害 所以這個日本劉迪馬 算是可以稍微打日本 打蒙古的蒙古途徑 或是打伯伯、駱駝工兵 都是稍微能用 但是以駱駝工兵跟日本的劉迪馬互打的話 我覺得還是駱駝工兵會再更強大一點 所以不要說日本有劉迪馬 就傻傻的用這個馬攻就去跟駱駝工兵拼 正常日本人打伯伯仁 還是要靠努兵作為主力 槍兵作為輔助會更好一些 那後期日本人也可以打這個大型箭塔射程 這個箭矢的數量也是非常多 那後期的馬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大漏馬 也沒有遊俠 也沒有三級馬凱 但是至少品種跟跟動技術都還有的 所以後期還是可以用輕騎兵去騷擾敵人的村民 這樣輕騎兵也是砍四刀 就可以殺死一隻村民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交換底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阿拉伯地圖 地形的部分我們稍微講解一下 後方有這個黃金 前方有石頭 這裡阿拉伯前期還是要考慮小微的部分 但這張地圖看起來不管怎麼小微 都是有點難微的 甚至小微的話也是有點漏漏百次的感覺 如果要小微的話是真的要這樣子小微了 或是直接這樣微 推出來一點點 哇這個怎麼微都很難微阿 那整體看起來阿 這個地圖還算是可以的 因為有三片幕區距離不是很遠 後方還有一塊黃金 暫時是沒有問題的 那來看一下中國這邊的F1 R1 這邊是果子在後方 欸這個就相當不錯了 這個果子在前面就很難受 前前輩騷擾的可能性會比較多 但是中國後方的黃金也是很舒服阿 果子跟黃金都在後方阿 但確定就是它的附近都是有點偏前方的位置 左邊這個可能還好 但右邊這個位置甚至有點偏對手的正對方 但是MBL也是喔 兩邊的附近都是正前方的位置 好MBL這邊決定是要打日本的棒棒開局 那日本的棒棒要到封建Stack 開始喔才會有攻速加成 通常的日本都會直接 棒棒轉裝甲步兵 然後再直接轉 射箭場的一個流程 OK果然轉射箭場 因為射箭場這個東西很適合 接續裝甲步兵的接續打法 那這個打法呢可以讓自己穩定自己的 軍事力量喔不會少於敵人 然後也可以有效的讓自己的農田 運作效率更快一點 因為如果你是產肉馬的話 或是你要出垃圾兵阿 都是消耗木頭跟食物會比較多的單位 那如果要省肉的話 工兵單位是最適合的選項 但是缺點就是要挖金 那慢慢開局喔 本身就是會挖金的關係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虧不虧的問題 好這邊肉馬卡在這個位置 棒棒走進來 中國這裡有點尷尬 哎呀 雖然被丟進來了 這個進來的話就難受了 那現在中國要反擊回去的話 用大量槍兵或是肉馬 全部做一個夾殺是最好的選項 但日本這裡的步兵游泳攻速加成的關係 所以如果直接這邊硬吃的話 吃到頭破血了 最好還是趕快去挖金礦 轉攻兵出來 反擊這坨單位是最好的 哇這個MBL的肉馬直接送掉 因為他這邊也是出現了個失誤 讓對手直接溜進來 哇這個圍加 比我強盪中的圍得更小 好這邊溜進來 有一個成本抵抗在這裡 好槍兵又抽到了一下 兩隻拿下 日本的攻擊速度就是快 好這裡槍兵加毛兵 稍微逼退對手 把棒棒給逼了出去 稍微趕快回家一下 肉馬剩下兩隻 現在中國這裡憂鬱於自己的失誤關係 沒有辦法使用肉馬 拿到一些軍事優勢 好這邊中國 打了一下日本的村民 來跟他提醒一下 欸這個村民在發呆啊 日本人表示 哎呀謝謝你 趕快讓這個村民去工作 這是高手之間的互相提醒喔 欸欸你在發呆喔 那如果後面沒有槍兵的話 可能就會繼續打下去就是了 對這個槍兵還是要必出喔 尤其是你要弓箭開局的時候 槍兵是必按的單位 那如果你槍兵按太多的話也是個問題喔 因為很容易對方直接轉出毛兵 直接爽吃你所有的單位 弓兵槍兵 靠一個毛兵就可以搞定了 OK前期的弱馬糾戰 這裡包夾 吃掉搞定 好中國這裡點下一級射 現在一級射點下之後毛兵射程會更穩 但是傷害呢一樣是2加1 傷害打沒命的話是2滴血 還算不錯 那打工兵的話一樣是很痛的 好基本上這裡產大量的毛兵出來 就可以擋住這一坨工兵跟步兵單位 現在這一坨毛兵只怕漏馬 那MBL這邊會轉出漏馬嗎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補馬就 唉唷看起來是不會補馬就了 這邊的農田直接灑到16片田 所以我們不要來生 城堡時代了 那前期的打鬥可能就是這樣子 不會有太多的碰撞 好這裡是補下了冰工廠 冰工廠補了 待會就可以升級 那壓力回到中國這裡 中國這邊暗了非常多的毛病關係 生時代會稍微慢一些 這裡透過市集買賣一下 時間大概只慢了一點 又慢了100木頭 好當然中國這邊是把石頭全賣掉 待會上城堡時代開TC的時候 壓力就會很大 好這裡毛兵稍微反擊 但是MBL沒有打算回頭開戰的意思 因為這裡開戰 他打出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好尤其是毛兵 要趕快針對槍兵的部分 漏馬才有機會上前去處理掉 中國這裡點下一擊挖精 農田科技 還有這個工兵鎧匠 唉呦又點掉了一隻工兵 哇這個太舒服了吧 MBL這邊是有點 失去了主動權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機動勇士主動權的問題 你沒有弱馬的話 你就只能被人家追著跑 人家的弱馬就可以一直去 偵查你的單位的位置 好但日本這邊轉出了弱馬 當然還是要出一些弱馬 不然沒有機動性實在太差 好城堡時代點完之後 民主也點好 開始在轉流敵馬 雙射箭場 然後配個工程器製造所 打的就是一個穩制阿 好穩好穩 MBL二級射點下 待會要升工兵嗎 工兵不升 直接轉馬功 畢竟只有三隻工兵 升工兵的話好笑點浪費 好這裡反擊回去 現在MBL 經濟有點燒 被騷擾到了 這個地圖是真的難為阿 所以沒有辦法 如果要大為的話 需要耗費非常多的成本 跟時間 好中國這邊是轉出了工兵 中國走工兵路線比較穩定 尤其是打了日本這種 步兵文明跟工兵文明 如果走騎士的話 很容易被槍兵戳成白癡 好工兵後面射一些 日本這邊反擊回去 順利的解掉這一坨的 中國騷擾 後方的四隻奴兵 要小心就去拉射 就給掉了一隻 這樣戰貓兵趕快往上 繼續突遊進 現在馬功的部分要去騷擾嗎 馬功這時候決定不出門了 這個不出門的話有點難受 但如果不去守家的話 這裡的伐木村民就會守不住 這問題真的是蠻嚴重的 好這裡把村民給拉走 蓋個房子 待會這邊可以再回去繼續 打木 好前方投石車被露燭抓到 雖然換掉一匹馬功 但是這台投石車應該是再好難解 OK那邊毛病的部分高打第一閃過 現在投石車的部分沒有辦法 做出太多的效果 所以這邊MBL沒有打算繼續補公兵 沒有繼續要補奴炮或投石車 但是這個情況其實家裡方才奴炮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如果真的愛奴炮的話 馬功的成型速度又會再稍微慢一些 MBL這邊就需要做一個取捨 看要是要繼續轉奴炮還是要直接轉彈道學 好其實上去開始輸出後方的土兵 好這裡毛病終於解掉了 全部吃光 中國這邊也是打馬 打馬功 而兩邊都是打馬功 這就有趣了 那好像是在跟MBL挑戰說 你用日本有留底馬優勢 但是我沒有優勢 我還是打馬 那拚的就是一個操作 兩邊都是三攻三防都是全滿的 但是中國的馬功會有個問題 沒有安息人戰術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是這個是帝龍時代的事情 那MBL的話它是有全滿的喔 所以帝龍時代的差距可能會比較明顯 登堡時代就是五五開 但沒有五五開喔 應該是四六開 MBL這裡留底馬還有加兩點的工兵傷害的效果 好MBL這裡終於成型了 十三隻的馬功 轉出了頭石車 但是中國這邊高低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那這個高低工程器製造所 之前我們也有講到過 這是高手如果去防守自己的劣勢高低 好直接蓋個工程器製造所在上面 隨時可以反擊 但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的頭石車 是不是按的有點多啊 三台有點過多了 好馬功丟到後方 兩邊去做個交戰 奴兵這邊就去控在墓區 好這個墓區的問題一直沒有辦法解掉 MBL又要再被迫回頭 拉一些兵去解決這坨馬功跟工兵 好正面的部分頭石車來到了三台 正面的頭車要先回家會有加好 中國戰防兵升級上去 好路兵這邊開始想要抓村民 但這邊收村 結果我們沒有收到 MBL這裡要小心 兩邊現在都沒有彈道學的關係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馬功要趕快過來救 不然這一坨兵正式解不掉會很難受 好現在兩邊對撞 中國這邊反應非常迅速 直接把兵拉回高地 好兩邊都要上高地嗎 MBL直接上高地 但是不上 想要等彈道學 但中國這裡也是補下了彈道學 兩邊都是在等彈道學 但是現在中國有高地優勢 各懷鬼胎啊 有自己的小心思在 好但這邊笑高地 這邊笑嘎嘎嘎嘎 好像會出師啊 這邊下高地之後就沒有太多優勢喔 好看這邊直接收掉一隻殘血騎士 馬功看追上 後方的工兵 工兵開始有點危險 馬功繼續往前想要抓掉 這裡趕快回頭要反擊了嗎 這邊中國現在還在高地 好這裡高地反擊 日本後面有三匹流滴馬 沒有在動 看前面的馬功已經吸收掉了非常多的傷害 後者預判砸了一把 殘血的馬全部收掉 哇 NBL這波打得蠻漂亮的 馬功沒有損失太多 最後還有23隻的馬功單位 好中國這邊戰毛兵 升級完 現在想要用戰毛 打馬功 這個想法是好的 但是NBL是有產騎士 騎士的部分還是要靠僧侶去解決 或者槍兵駱駝會比較好 好這三台駝死車 看可不可以做出一發大碗的傷害 好後方騎士開始輸出 騎士抓戰毛 但戰毛這邊傷的很高 騎士沒有點馬太 結果被戰毛兵給反擊回去了 好現在日本人這邊開始想要嘗試抓中國的臭命 但是沒有抓到 看臭民術 89對85 暗變囉 馬功沒有空 直接被砸爛 這一波血虧 好這頭馬功從後面溜進來 這裡臭民要趕快跑 好這裡趕快分箭趕快開射 能抓多少隻 抓多少隻 要趕快努力抓 這次馬功已經開始集結在家裡了 右邊的馬功 全部被偷車給砸爛 家裡後方位置有點騷擾被盜 挖燈後方戰毛兵還在騷擾 MBL也死了三存 兩邊的村民術都是有傷 有傷亡出現 前線蓋保 馬功再次從高地反擊回去 這一波MBL 有點小段的感覺 這一坨馬功還在輸出 看戰毛兵開始扛住了一切 好 幫忙村民躺電視 戰毛兵還是防守好用 好 前線的馬功 損失掉 但是MBL 還是成功燒得到 兩邊都是由來由往 好那目前看到殺戮單位62對62 兩邊都是62 很少可以看到兩邊都是互相來往 這個中日大戰 很少這樣 在前梯上 沒想到這兩個也是始祖文明的部分 在現在2024年的版本 我覺得現在世紀帝國 算是做得非常平衡 包含這個日本的更新 流迪馬 我覺得也是更新的蠻好特色的 OK 來後方的戰毛 再輸出 正面大戰想要來蓋保 握頭趕快來 馬功數量並不是很多 這裡點掉 剩下的馬功 握頭防守 馬功再過來 這裡想要控保 那日本人這邊轉出了投石車 想用投石車反擊投石車回去 看對方投石車數量有夠多 三台投石車 左邊的馬功戰士沒事說 過去這個城堡 MBL應該是沒有機會蓋起來 現在中國這邊大爆兵 由於是因為MBL已經蓋城堡 蓋地龍時代 這邊一個躲位 B陣躲掉 後子車 最後沒有打到 但是後方戰毛 已經輸出到了非常多的傷害值 偷偷這邊想要打一下 但是沒有打到 右邊偷偷打了一發 躲掉一發傷害 第二發也是躲掉 第三發應該是躲不掉了 OK 後子車最後還是被換掉了 現在MBL 趕快補馬功 現在機率明顯打不贏人家 人家戰毛這麼多 但是馬功數量少 落腿也打不贏 所以馬功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成型數量 數量成型才有可能會有未來 好現在的狀況 MBL相當不利 馬功怎麼直接在斜面 MBL這裡失誤了 哥馬又送了兩批 相當虧 好那現在城堡 這個沒有取消 還在想要找個機會 把它蓋起來 好現在有投石車的關係 但是 還OK 好結果上方的馬功 跟戰毛兵 開始在偷打村民 MBL應該有看到 好 這一根城堡要找個機會取消 看MBL會不會取消 左邊蓋TC 戰毛看到 一發一隻村民 好但是沒有打算去打村民 好但是沒有打算去打村民 先打對方的馬功 MBL這邊馬功數量下陣有點快 很好 384 這邊想要阻止 直接用蓋 硬蓋 村民直接過來蓋過來 15隻 但是中國這裡還是有一些兵 在防守當中 這一波死戰過後 日本的村民差距被打了出來 124村打上101村 中國村民已經領先了 好MBL這邊點下三級射 帝王時代還有30秒 好這裡還是想要硬蓋 取留D馬 終於解救了這些燒爾部隊 後發馬功 又在抓了 中國這裡真是太慢了 馬功 戰毛 騎士 駱駝 奴賓 想出什麼 就出什麼 好 中國這裡點下了衝車 但是越到越後期 中國的優勢 會越來越不明顯 除非可以用這些全能單位 去印 特製對方的單位 好 這裡又賺了幾匹馬功 這邊想要嘗試 躲下這塊黃金 城堡在後方 最後還是蓋了起來 這裡靠著城堡的傷害 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衝車趕快按 大衝車 掉一千肉 暫時點不起 好 這裡 中國一直在高打低 讓暗畢爾樓有點難受 旁邊從封建時代 黑暗時代 打到了 帝王時代 從頭打到尾 好 直接補接跟城堡 好 但是這裡衝車已經來了 洛瑪配上衝車 很好的掩護 瑞孟姆是趕快轉出來防守 好 瑞孟姆是砍洛瑪的傷害 穿著瀑布 相攻擊沒有鐵山上去 對 並沒有太亮眼的傷害 但是前方這個城堡 還是想要硬蓋起來 等於頂頭司機也在後方輸出 現在這個城堡蓋了起來 但是 好像有機會守住 好 瑞孟姆趕快 快刀斬亂馬 斬掉了這些 腦人的衝車 好 但是巨型頭司機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這裡日本人 該怎麼解決上方的巨型頭司機呢 好 這裡的城堡中心 也被燒了 趕快收村 現在MBL臭明書 開始有點 反轉囉 這裡一堆馬弓 抓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殺了19村了 這裡馬弓也是 開始到處狩獵 中國村民 現在日本村民宿 一百十二層 反超中國 但畢羅 這裡好像又有機會了 好兩根城堡 努力夾住 但日本人 也沒有火炮 但是有巨型頭司機 攻擊速度也會提升喔 所以在巨型頭司機 複雜的情況下 日本人 可能會優勢更大一點 但是日本現在的石頭 不夠多 要修城堡修得很痛苦 這裡可能要靠買賣 一買一百石頭嗎 好巨型頭司機 又架了起來 日本武士 開著往前 想要抓掉 好但三次聰明 把血量給拉了回來 好三方又是一個多線 這裡蓋寶 碰黃金 碰石頭 一次碰兩個 好 跟戰錨兵開始慢慢量產 只要有戰錨 日本的馬功 能做的事情 就不是那麼的多 好 現在一百三十五對一百十七 現在經濟差距 中國還是領先 大約快要五千支援 中國的經濟就是這麼的好 前期的雪球已經滾得夠大顆了 而且一直在騷擾MBL這裡 好 MBL這邊也是不堪騎擾 轉出了 騎兵科技 有騎兵的話 就可以打散毛兵了 好 右邊的線型兵直接突破城門 打噴了後方的通路 這裡後面都是村民 好 馬功的部分 暫時沒有辦法解除掉問題 馬功並沒有去後面去解救 後面村民被砍死了很多 日本村民開始大幅減少 中國村民 準備要來反超了 艾比爾龍的村民書 一直沒有辦法來到一百五十村 好 這裡中國村民書正式反超 一百三十七對一百二十九 空車再度來了 中國這邊衝車沒有打算要停 好 直接手撕衝車 弱馬趕快過來支援 好 這些清奇兵好像發現了 MBL漫了非常多拍子 現在村民差距被打出了大約二十村 有了 二十三十村 好 清奇兵直接馬包 這裡也抓了一大堆的村民 但比爾龍有點忙不過來了 現在左右兩邊三線進攻 中國這裡打得非常漂亮 巨型投資機還囤了三台 前方還有一台衝車 可以去偷點 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撞一下 哇一滴 很飽 搞定 但是自己的一台巨頭也被搞定 日本這邊轉出了大量肉馬 但是肉馬現在沒有三空的關係 所以打這毛兵還是去抓一點時間 上邊的肉馬護照 日本的肉馬是打不太贏中國的肉馬 中國這邊的肉馬 現在有三級馬卡 只差一個三攻 記憶體就全滿了 後方又一批肉馬想要浪費 但是這邊已經補了十強 中國最後一根堡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要是這邊拿下 MBL就危險了 好 騎騎兵上前 抓掉巨型投資機 第二發 拿下 中國開始慢慢轉出強奴 但是如果轉強奴的話 他也會被留地馬 增傷打爆 但是只要自己混點戰矛 應該就可以克制住馬功問題 好兩邊的騎兵開始護裝 空車再度前往前線戰場 空車要直接開始頂巨型投資機 好頂到了一下 日本守住 但是後方的馬開始往後狂奔 馬功在後方防守 但是沒有問題 但是聰明書還是動過領先 150吋對上123吋 經濟差距來到了快要7000支援 現在中國終於補下了三級功 現在強奴數量也開始慢慢沉浸起來 一隻十隻慢慢的往上按 最後馬功在後面 射這些肉馬射的很久 因為這裡的馬並沒有化學 也沒有重裝馬功 防守效果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有三級馬海的騎兵 防守率還是高了一些 但日本不趕快轉出槍兵出來的話 就要大難領口囉 但如果槍兵還太多 對方的攻兵也打不贏 尤其是戰矛 現在到處騷擾當中 現在日本點下了二攻 三攻要馬上補下嗎 感覺三攻是關線 但是這邊是先點下化學 好這裡再繼續按些馬功 馬功雖然回到了二十三隻 中國大衝車補下 巨型頭司機架了起來 這邊還是高地巨型頭司機喔 好 開始攻城 日本這邊的石頭已經不滿一百 沒有一百的情況下 石頭花費消耗速度非常快 很快就要收到支援 喔 這邊的強奴趕快防守 巨型頭司機被拆 當然這裡一定要三攻的關係 巨型頭司機拆的很辛苦 但是還是順利的 拿上兩台巨型頭司機 但是自己的弱馬也全部送光了 但是大衝車這一波開始要來突進 巨型頭司機有危險呢 趕快用衝車停一下 再點個警發 弱馬趕快後面繼續狂噴 日本沒有槍兵 現在這些弱馬打的有點痛苦 好 日本拉了一些弱馬 後來解決掉這些衝車 用城堡射掉了一大堆強奴 強奴死傷有點多 只剩下少量的武資 後方的流迪馬 數量也不多 只剩下巴士的單位 NBL城堡之後還是被中國攻破 中國這邊的巨型頭司機 兩台還在繼續攻城當中 日本的流迪馬 似乎堅持不住 那補一RE 快要拿下比賽了嗎 再來這一波弱馬 要是帶守不住的話 馬弓也沒有辦法努力成行 後方強奴數量 又開始慢慢亮起來了 雖然屏頭司機在後面還在空城 但是弱馬有高低優勢的關係 暫時不會被突破 但是NBL的支援已經見底了 支援量完全沒有辦法比上日本 比上中國 中國 中國的支援量現在156分 最上127 支援量領先了8000 快要9000 好按起來支援量是文了 中國應該是要用支援砸死日本了 日本敢守不住 沒有槍兵的日本 這好像是日本沒有佩戴武士刀的感覺一樣 沒有他的靈魂在啊 沒有槍兵的靈魂 你用肉馬的日本 還是有點 體體上的差異啊 日本的騎兵是全滿的啊 單攻三把 日本只有 單攻沒有三把 用實在的差異很明顯 被打得出來 我們恭喜中國 F1 R1 拿下比賽的勝利 OK NBL 最後出了118隻的馬攻 弱馬兩邊都出了非常多 128對156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就是由中國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日本的黃金只少了 贏了200左右 相當可惜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燈 我們下燈 下燈 這邊請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